导演打死也没想到 他俩随口一句顺口溜 竟给自己狂赚一意 自从考研二人组正式出道 考研二字就彻底变了意思 在拍摄疯狂的赛车时 宁浩原本打算让王双宝严警察的 可这俩人穿上警服时 怎么看都像是偷来的衣服 于是干脆就让他们一起眼杀手 没想到这俩会一对上心 那顺口溜更不要前世的往外貌 可宁浩却有点不满意 毕竟眼杀手可以逗逼 但心狠手辣的感觉必须要有 于是立马指挥俩人 先放的狠话给他瞧瞧 好家伙 这是什么爱港敬业宣言 换身衣服都能去国旗下演讲吗 好在看出宁浩下一秒就要发火 王双宝也赶紧正经起来 折磨人那模样 看的观众还真有点发出 以至于看完疯狂的赛车后 哪怕他俩什么事都不做 只是单纯的坐在那里 都像是在密谋什么坏事 你觉得考研二人组 有没有被冤枉呢 但凡他俩别这么讲礼貌 也不会被坑的裤衩子都不剩 在拍摄疯狂的赛车时 导演让龙翔给他自己想的口头禅 没想到他脱口就是一句 把宁浩笑得差点献出原形 于是史上最懂礼貌的大哥就此诞生 但为了营造反差感 宁浩决定要给他找一个 看上去就很有大老气质的小弟 很快就有人向他推荐了高姐 可高姐演大哥太多年 对这种角色早就失去了兴趣 便一口回绝了 不死心的宁浩试图拿剧品勾引 没想到一句话就让他 彻底绷不住了 果然很酷很能打的小弟 搭配神经大条懂礼貌的大哥 这样奇葩又搞笑的组合 一出现就差点笑掉观众大牙 尤其是宁浩 只要听到他俩说话就想笑 最后还忍不住亲自上阵 和他们搭了一场戏 不过宁浩是开心了 龙翔却有点不习惯 毕竟以前都是龙翔演高级的小弟 没想到这次却让他延望他 但你绝对想不到 这其实都是宁浩的小心机 这样反着来不仅能营造反差 还能顺便白条融响 让他为电影免费唱首主提取 不得不说这小算盘打的是真净 导演只是让徐珍客串的销售 没想到他差点把黄伯忽瘸了 你看这边 全市的楼下都在涨 有没有 有没有 绝对有深植的空间了我告诉你 搭灵堂送纸钱 伤葬服务一条龙 我天天在这里上班 恨不得都给我自己来一套 就这口才还去当什么演员啊 不去卖东西简直亏大了 在拍摄疯狂的赛车时 徐珍被宁浩邀请来客串 本来说只有一两场戏 没想到开拍前宁浩突然改剧本 还要求他必须把台词说的 又快又不能达克罢 相信他一定能做到 宁浩要求我 台词说的非常非常快 当中不许提 我估计最后剪出来以后 这个人就是在不停地说不停地说 气得徐珍差点想骂人 但为了证明自己的实力 徐珍禁组前一周 在家疯狂收绕口令 硬是把嘴皮子都磨薄了两层 镜组拍摄时 对着黄渤就是一顿输出 可这样徐珍还不满足 我都把嘴皮子练得这么溜了 不搞点骚操作怎么能体现 他作为金牌销售的牛叉 于是立马让导演安排一下 他要给美女同事洗脑 不是 是教美女同事如何成为金牌销售人 甚至还要求导演 给他安排一个英雄救美的情景 这下宁浩终于忍不下去了 你个老色批过得比我还潇洒 于是直接叫来非社会堂 让他们好好教徐珍做人 三个大男人欺负一个小 四个大男人欺负一个小女生 有没有 有没有 靠 早抄对不对 看着徐珍被收拾得这么惨 宁浩还觉得有点爽 果然不是亲兄弟 都舍不得下这么好的手